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兄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方的《福气旅游》的节目 哇 基本的老鄉親朋友的分享 我們想看天使和鄉親朋友 聽說又動一動他們的台度 重拉 瓶頸 也會偷人來提供 他說台度兩邊和鄉親朋友 聽說又躺過的 你說 哇 從重拉市區地 從台西重來提供 大家聽說動有影響 提供又動一動的 又動一動的東西 基本的呢 你老鄉親朋友的分享 在旁邊在旁邊和鄉親朋友的分享 就是分享去哪裡 重拉提供的盤動 你說藏人也好 年輕人也好 不過怎麼從人來提供 應該藏人也好 年輕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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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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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總召慧如 扶一分辨 嗨 大家好 我是慧如 慧如是中立人 對 其實現在也住在中立 就是中立 平正的交界這邊 對 這真的是有一點點 小小的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住中立的時候 其實你跨一條線 就在平正了 感覺上好像可以 同時跨兩個地方 所以講中立好像又是平正 講平正也可以聯想到中立這樣子 好 走到旁邊 你再一起去旁邊 一起去旁邊 記得拜訪文時展覽 一起去設斬音 歡迎我們的燕映 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燕映 燕映是三峽人對不對 是 對 可是現在在中立這邊 也是這次回逃 看宇宙這次藝術的文師展 的策展人 對 那節目一塊時間時間 柳良自前 還是Sam 我就先問囉 我就問那個燕映 我說燕映啊 為什麼你會對這件事情 有興趣 為什麼 對 其實這是 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我在中立其實工作 工作也有大概快十年了 這麼久了 對 然後一直都是在從事 就是文化資產 的相關的工作 所以說對於這方面 其實滿著急的 想要好好的把中立跟桃園 這一塊把它做起來 然後因為藉由這個機會 正好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中立桃園的潛力 是很好的 對 所以用心的朋友可能還在想說 你們在講什麼東西 你們在講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因為 在中立這個地方 其實它還是有分新舊地區 因為這個市區 其實又在好Q改提供 我們說老中立 但是也有一個新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周邊 慢慢發展起來了 對 但是大家會慢慢慢慢發現 好像在中立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 是很珍貴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把它保存下來 可是我們好像都忽略了 對不對 因為這種感受很強 是不是 對 比如說你聽說 你還去調查了一下 其實中立這個地區 有很多的那種 我們說老房子 就是傳統的山河園 叫大瓦屋 對 然後其實中立大概 還有兩三百棟的存在 然後精采好的 其實也有十幾二十棟 就是上得了檯面 其實品質都很好 都保持得很漂亮 對 我聽聽你這樣說 我很驚訝 對 因為我自己住在中立 我正在講的 是眾人的幸福 老家在新屋 可是我通常沒有想過說 其實中立還保留了兩百多 這樣的一例說 我們說的老房子 是 對 所以 這個是其實就知道說 其實中立還是有很多 很值得珍貴 可是保存的東西 但彥瑩講說 可是發現好像桃園中立 對這件事情 沒有特別重視 是 是這樣嗎 有這種感覺 所以說我們才希望 藉由這機會來發聲 讓大家知道 對 來知道 所以其實金銀六千萬 要來掌握一下 是這一次辦的這個活動 對 那是回逃看宇宙 回逃轉來突然看宇宙 這是一個桃園藝文陣線聯盟 感覺上是一個 好像很有意思的組織 很有意思的團隊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跟活動 你說藝術節嗎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藝術節 我們當初在組織的時候 我們其實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做些什麼事 才可以讓桃園人看到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們就 我們自己團圓裡面有很多 藝術 設計相關的人 所以我們討論最終結果就說 那我們乾脆來辦個藝術節 對 所以我們就辦了藝術節 對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的感覺 而且是由一群年輕人組成是不是 其實不太簡單 對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它是一群年輕人組成的對不對 是 對 就是一群年輕人 有感而發 然後覺得我們應該要在桃園 中立這件事情 就在這個地方把這樣的一個 珍貴的東西讓更多人看見 然後大家可以去重視它 然後去保留 這是當時最成立的主因嗎 是 是的 所以成立完這個協會之後 那我們其實 我們推廣的話 那就是 以我們第一屆藝術節 就是我們的最厲害的一個宣傳方式 對 第一屆大概有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其實 對 第一屆藝術節 我們 其實第一個號召就是 希望桃園的人能夠回鄉 返鄉 對 就是 其實很多優秀的藝文工作者 桃園也不少 那可是他們卻只能去 台北啦 或是台中 高雄 做事 那這樣很可惜 所以說我們第一屆的主題 就是叫回桃看 回桃園的回 對 回桃園 然後大家一起來 一起就是共享盛聚 是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這就是你們第一屆活動的照片 對不對 對 是的 然後這些照片其實 裡面還有一些 像一些動態的活動 然後一些靜態的展覽 對 然後效果很不錯 其實因為這是第一次桃園 有這樣子形式的活動 然後又是民間自辦的 是 所以我覺得當時大家就是 搖桿而發 就是桃園 終於有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大家都很熱情的站出來 對 因為其實 就附近 在結幕地圖 也曾經邀請到 就是在第二屆的回桃看 回桃看藝術的 這個活動的朋友們 來到這邊 讓大家的分享 當時他們來這邊分享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現場的居民 不能講現場 大多該片該見面的反應 是很熱烈的 很熱烈 對 很熱烈 非常 慧如很有感受是不是 對 就是 因為市場阿姨他們其實 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地方可以變成這樣 是 所以當發生這件事 然後來了很多人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會一同參與 一同介紹 對 所以剛剛講到第一屆 有一個好像有一個 創作者的故事 特別有意思 是聖影展 對 可以分享一下 那個創作人他叫歐陽文慧 是 那他是用攝影 把它佈置成裝置的形式 去做一個展示 那他的內容其實就是他 他自己自拍 他穿著客家藍衫 然後到桃園各個地方 他覺得這個地方很有意義 或者是面臨拆除 面臨被破壞的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拍照 然後讓大家透過這個作品去發現 發現其實桃園有他珍貴的東西 但是他也有他的危機 對 我覺得他用的是他自己 這樣的一個禮戒 這樣的一個戒指 其實他透過他自己 這樣的一個藝術成 藝術樣貌的呈現 然後他其實要告訴更多人 其實我現在站著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珍貴的 你們有沒有曾經注視過 我覺得這是有時候 人類其實很悲傷的地方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隨著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日復一日 那我們就發現 我們曾經經歷過那些歷史痕跡 總是要很久以後回過來說 哎呀 當時沒有保存下來 好可惜 其實像文匯 剛剛講文匯的那個作品 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會去一些皮塘邊拍照 就是說那是他小時候去完的地方 可是現在被開發了 或是去一些大樹下之後 他以前在這邊跟朋友在那邊玩耍的痕跡 結果都 怎麼後面變得光凸凸的一片山 或是一片大的停車場 他就是不斷的去跟他了解說 其實這些東西不斷的消失 我們小時候記憶就是一點一點不見 對 他就這樣提醒大家 對 或者說我們小時候記憶 台下有記憶 你世界世界很容易可能 白宮 土地宮 然後白宮 現在白宮 越來越少了 因為以前的白宮會在田邊 田邊 水中央 對 然後呢 那現在你會發現那些稻田也一塊一塊 不見人家稻田都變成大樓 所以以前是重稻 像是重樓房 對不對 突然會撞毛 會撞台樓 對不對 我講到這件事情 我還滿有感觸的 但惠如也很有感觸 你這麼年輕也很有感觸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住鄉下 對 然後 所以你可以感覺對不對 對 我覺得我剛剛為什麼說很悲傷 就是動作安有改東西 總是要過了很久很久以後 只要整個都會看到世界 常發現人家說 當時沒有真心 我們現在已經破壞掉了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來不及了 或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哎呀 這樣的老的街道 我們是應該要保留下來的 可是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會發現 這樣的老的街道好像又不見了 對 所以有一群 很有活力的年輕人 很有活力的年輕人 所以他們決定要再偷燃 拼盡 重賴 拿著鐵鋒 去到希望 提到旁邊的行動 去到安有改方式 做一個人很好 到他們 第一個 其實你住的地方是很珍貴的 對 然後是有很珍貴的資源 資產 然後不管是卵食利也好 或是其他的部分 我們是應該好好來重新珍視它 然後把它保留下來 其實去到家的伴侯 我們帶來的安有原因 因為其他的伴侯做的小事 大家先聊一下 在下集中 今天東風一族在繞牆路 有給學生人和大家的分享 在大嘴咕 看他們的繞牆路和鄉親朋友 當然大都沒有強大客人 獨苗栗 獨南埔、東埔 當然有東北埔和鄉親朋友 既然繞牆來擁解 學生人的基督地下的 中間、獨苗、獨苗、獨苗 這個地帶 既然繞牆來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值得珍視的一個地方 可是好多人都忘記了 我們記得他們說你們都忘記了嗎 在中壢、桃園其實我們是很棒的 有很多東西要保留的 所以他們就辦了動作給它反通 由年輕人來發起 我其實很想幫你們掌聲鼓勵一下 不過剛剛說到 提醒自己的反通 然後說的第二屆的活動 第二屆的活動 在你說的回逃看宇宙 對 這個名字好特別 對 那時候我們其實我們 就是在中壢發掘 到底中壢有什麼特色的時候 我們跑到大時鐘去 然後就覺得大時鐘它藏了很多 我們中壢傳早期的故事 早期的文化 然後就覺得它像是一個小宇宙一樣 可以不停的發掘它 對 所以我們第二屆藝術節 就叫做宇宙藝術節 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地點選在大時鐘的原因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那就像是一個小宇宙 很神秘的感覺 可以不斷的探索 可是又是一個 即將要被拆掉的地方 對 所以其實 戴著童然改空氣 沒有什麼地 那個地方其實快要被拆了 那接著台詞給我看 然後再上篇 就是第二屆 這就是第二屆的活動照片 是的 那時候我們記得 因為有採訪過 這個你們的朋友 這裡面有提到就是 在那個活動裡面 其實你們有一些戲劇的演出 對 然後現場的阿姨什麼的 很參與很熱烈 非常興奮 很開心 甚至跑到舞台上去跳舞 所以這表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有時候外表的冷靜 不一定是冷靜 對 有時候它情緒星 其實是很有 很熱情的 然後很想參與很多事情的 對 所以事實上 現在的大時鐘 如果拆遷的話 接下來會蓋新的商場 是這樣嗎 目前的規劃 目前規劃就是 他們會蓋一個 大概六七層樓高的商場 對 然後地下就是停車場 是 對 那我們就是協助攤商 能爭取讓他們之後 可以回來繼續延續 這個大時鐘的故事 對 然後我們繼續幫他們發聲 就是 中立的這些老文化跟老記憶 能夠在新的設計裡面 放進去 然後變成 真的之後中立變成一個 像是一個 生態博物館群 它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是我們給他的期望 對 我覺得每一個城市 都要有一個 每個城市的面貌 對 然後每個城市 都要每個城市自己的文化 那有時候賭一照商喜地 賭我們會覺得說外來的發展 譬如說大型的百貨公司進駐 或是不同的商場進駐 你就會覺得 好像生活功能跟生活機能 變得很便利 可是你會忘記 那個城市會失去它自己的長相 是的 它會失去它自己的樣貌 它沒有自己的主體性 沒有自己的感覺 那像剛剛 就像燕穎講的 如果說 它的商場雖然進駐了 但是如果經過大家的努力 它可以把一些原本 應該要有的商店 那些店家保留在裡面 那其實大家以後來逛商場 就會不一樣了 你在你那個城市 可以逛到東西 不好意思喔 我這裡沒有 但我這裡有的 你那裡沒有 對不對 就會變成我們的特色 就是把特色 把它區別出來 是 所以這很重要 所以今天這邊 特別帶來一本 他們的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是 記憶時光 拆解大時鐘 這個拆解大時鐘的那種 感覺是覺得就是 好像這個地方被拆掉了 但是另外一個概念是 我們去拆解它 你會發現更多的秘密在裡面 是誰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小冊子的豐富內容 好 那我幫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就是在 中平路故事館的一個特展 是 對 那裡面其實還蠻豐富的 因為我們這次在大時鐘 做圍棋一個月的藝術節 可是之前我們的前半年 就是不斷的在做了很多 田野調查跟資料的蒐集 然後最特別的就是 裡面這些攤商的小故事 是 這些攤商小故事為什麼這麼特別 因為他們都是成 就是做了兩代三代的老店家 對 甚至還有人到第四代 那他們就會覺得 我們就覺得 整個中壢啊 哪邊最有文化 那就是大時鐘 對 對 那我們要去哪邊看到 中壢最有文化 最有智慧的人 就是馬上要被拆掉的地方 對 就是全部都在這裡 我們 當我第一次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我們都找不到 中壢的文化的據點在哪裡 然後就發現 好多的阿公阿伯 他們 就是或是阿姨 他們會特別的從 平鎮啊 或是從龍潭 有人說從南潭 揚美 坐計程車來這邊 吃一碗 傳統的客家美食跟牛肉麵 然後再上去買一些布 買一些生活用品 這就是他們覺得 就是要來這邊 因為他們就是知道 這裡就是最好 他們習慣 對 那我們就發現原來中壢的人 他就是引動了 整個南桃園的這件事情 是 因為這裡面 其實可以挖寶 對 你真的可以挖寶 我最喜歡 困體的時間 鄉親朋友一定感受比我們深 因為我覺得 現場的 羅伊兵他們還算年輕一輩 我想我們老一輩的觀眾朋友 一定更能體會 算啦 算年輕一輩啦 算 對 但是很多 我們長輩 一定都更能體會 比如說這裡有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邊會有大時鐘的好味道 對不對 這邊講的就是 吃的東西在這裡面 這就是 道地的好味道 對不對 第二個他會有說 這邊有大時鐘的裁縫 以前那個年代 你想想看 你要找到一個師傅 幫你訂做一件衣服 因為現在成衣很發達 但那個時候都是 偶爾在改件 經常訂做送服 那些裁縫店 那些手工 都是要在這個地方才找得到 對 這邊都是最好的手工 最好的手工 就像剛才您分享 它可能是第二代 第三代 一直延續到第四代 以前是這樣 以前 包括我家人那個年代 還是像身上穿的洋裝 都還是要去那種洋服店 就是去訂製 對 這是訂製的 阿姨就說以前他們做衣服 都要排隊 以至於買布來 你要在這裡排隊 一個一個做這樣子 就是門口會排隊的拿布 就跟那個彩虹指說 我要做衣服 不好意思你要排隊 對 他們就要衝也衝不然 行不行 對 所以生意就是真的這麼好 想起來很浪漫 你想想看 你看到小兒子 沒有暗嫌一點 你自己喜歡的花色 然後你就拿著這塊布 然後去找師傅說 我要做洋裝 對 這種感覺是很棒的 但現在沒有 因為現在都是大型商場進駐 都是很 說實在的 也有很多很平價的成衣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 不一樣記憶的味道 在這邊還講到 其實大時鐘什麼都有 它有一些百貨行 挑白古時候的百步行 這就像寶物一樣 什麼都有 也都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冊子裡面 都會有介紹 然後當然這裡面 還有神機妙算 這個是最有意思的 對 因為這裡面有寫到 就是大時鐘的神機妙算 因為每一個城市 都有它自己獨特的文化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 以前那個住在桃園這個地方 如果說今天 當時阿婆 他們說你的孫子 基本好像 需要收金的話 收金 就會到這個地方對不對 現在還是很常看到 現在還是很常看到 對 每天就看到 媽媽或是阿婆 帶小朋友去收金 對 那去哪裡收金 去哪裡收金 台西鐘 是不是 大時鐘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中立的一個老地標 對 所以其實這一次 你做這樣的文史策展 應該感受更深 對啊 就是發現 他們真的都很珍貴 而且很多都快要消失 然後怎麼講呢 就是文化保存 有分有形跟無形 那這就是非常珍貴的 中立的無形文化資產 我們更需要好好的把它收住 而且呢 這個節目一塊時間 開始沒原因 我說為什麼這麼多這個 這厲害囉 所以說有 這是什麼東西 看它感覺上好像是零件 為什麼會在我們的現場出現 然後你也就回答我說 你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都是寶耶 我說這為什麼是寶 他說你知道中立有三寶 請問一下哪三寶 中立嗎 對 鐮刀 牛肉麵 還有花生糖 是 那鐮刀就是 刀具五金 這是中立最有名的 對 所以我們現場才會有些五金的零件 所以其實跟觀眾朋友講 事情是這些東西 看起來是零件 可是這都是歷史的記憶 對 然後也是當時中立的其中一寶 就是它這些零件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很可愛 帶了一個很小的東西 我想說我這什麼東西 對 因為這邊有那麼厲害 這個是 老的舉手 就是以前抽屜 對 抽屜的拉開的 對 而且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在前面說得很動情 因為在前面說得很動情 以前的書桌 對 以前書桌 以前小朋友回家 要寫功課的時候 那個書桌的抽屜 都還是這種舊式的 對 老式的 還有衣櫃也是 我覺得 都經過的話 在台上可能是 定的年齡 好像 後地這樣的事情 好像非常的了解 對 而且鐮刀牌 以前的那個 阿婆或是媽媽 他們的上衣櫃 也是都不是用這個 對 但是也是都是 還有那邊有其他的 就是一些 比如說 梳妝台 是 或是一些 衣櫃 就會用這種比較 質感更好的 質感更好的 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這些以前都是用 黃銅做的 那現在就是 銅比較貴 銅比較貴了 然後大家可能就沒辦法用 只有更高級的家具 才用這種的雲件 可是以前普通的家具 都是用這樣 真的 對 以前 現在如果要搬家的時候 那個 雖然已經過時了 可是你都 因為那個樹木 都是最好的樹木 對 都不像現在是那種 三層板 對 以前就是踏踏實實的 石木去做成的 非常非常的珍貴 就像剛剛分享的 不過其實記得 我們帶上是做安憂 因為非常討厭 當時做這份 還有記錄片 人片 然後動態 然後靜態的展覽都有 我們也要自己再聊一下 電話上總會說 啊 啊 福祉樂樂樂 啊 福祉樂樂樂 啊 福祉樂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пос combine 是的 blessing 看起來真的不一樣 又 irgendwie什麼 便宜 似的 Lo shell 算了 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講 webinar 台西粽電腦 我們說 裡面的小攤販的紀錄影像 台西粽電腦有什麼比對面 見到台西粽電腦有什麼都有 對 其實在台西粽電腦有什麼 它有五金店 它有百貨航 它什麼都有 更重要的事情 它有很多靈體的東西 那我們剛才台下捅頭的 可能捅頭捅頭捅頭 一隻一隻很完整的雞 大土雞 等一下 我講到大土雞的時候 我怎麼覺得你特別有感覺 你那個表情剛才非常的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那個味道又回到我的腦海裡 有吃過嗎 好吃 常吃 真的 因為那就是白斬雞 對 那是最好的 為什麼你跟他們走捅頭 比如說百姓的世界 那些輕鬆都會準備 要用給你洗澡 洗澡出的準備 已經完整個蓋了 以前 不要講以前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對 那以前因為務農的年代 有時候你就會自己做這件事情 自己去蓋了 一家 七家 三家 不過在那時候 因為跟以前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去 像台西宗 要給你的傳統和西宗 賣對不對 而且那是真的好雞 真正的土雞 然後呢 然後 最純正的手藝 對 給你最純正的味道 對不對 很有感覺 很有畫面 很有畫面 對 可是有可能因為 隨著這個地方的 這個拆解跟搬清 這東西有可能會不見 因為其實很多攤商 他們年紀也有點大 他們本來是想一直做下去 但是在這一次拆遷的過程中 他們可能就想說 那就休息退休了 對 對 所以最近大概就是 你可能吃他們的最後機會 對 這聽起來也太感傷了 是不是 好 所以不只是這樣 因為其實剛才那個 有講到中立有三寶 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這麼多的五金的一切 對 其中有一寶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台下公氣 就做了甜的什麼 牛肉麵 對 所以牛肉麵也是都有吃過嗎 都有吃過 不過大家對中立的牛肉麵 最有印象的可能就是 新民牛肉麵或是泳川 對 老店啊 對 很多人排隊 可是那個不是我們客家風味的啊 我們客家風味的到哪裡 就要去大石中裡面吃 喔 真的嗎 這是真的 是 而且現在又有牛肉麵結這麼多比賽 但是你吃的那應該還是 覺得最好吃對不對 對 像大石中裡面的牛肉麵 為什麼這麼特別 就是他們在早期的農業時代 其實 其實客家人 物農的其實是不吃牛的 然後正好就是因為 中立是一個很大的市集 所以他們有一些牛汁 比較容易會可以取得 或是要 或是已經不能再耕種的牛 他們就退役 然後他們就變成牛肉料理 然後這牛肉料理最特別是 他們有客家的風味在裡面 對 你可以形容一下 什麼是客家的風味 客家的風味 對啊 牛肉麵還能夠有客家的風味 那個湯頭會不一樣 湯頭特別不一樣 對 像永川新民他們是比較偏鹹 或是偏辣的 那但是在大石中你吃到 可能像牛雜湯 它是有加醋的 喔 它是那種 比較偏酸 但是很開胃的那種湯頭 對 然後它的 它的那個牛肉麵 它的味道是比較原味的 但是你可以吃到那個 就是比較清淡 但是你可以吃到牛肉的原味 是 對 感覺像慧如跟燕影都吃過很多次 對啊 然後裡面其實最有名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福淵牛肉麵店 對 然後它裡面的 現在的大廚現在已經快80歲了 79歲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阿婆嗎 對 對 還是阿婆在長出 對 然後他們 他們因為已經現在就是年紀比較大 所以說他們做到了這個月 今年就要 就要休息了 對 要沒有了 對 所以它味道已經有點 所以很多人想跟它拜師學藝 讓他們的這個味道失傳 對啊 對 所以真的就要結束營業了 對 所以說 中壢就是這些東西很珍貴 我們還好在保留 那 其實 還有像台北很多的類似像是 牛家莊 牛仙莊 其實都是從我們大師中 這邊發出去的 是的 對 所以其實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所以剛剛其實聽燕影這樣講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其實你們會說 但是像他們 是少年說 我了解當時記號時 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背後的故事 對不對 慧如也知道裡面很多商家 有知道不同的故事 對 因為其實大師中裡面的店家 幾乎都是從50年以前 就一代日治時期 一代一代傳到現在的 所以他們其實故事非常豐富 像是裡面有一間種子店 對 它就是說它是中壢第一攤 種子店 然後因為它爸爸就是 很注重品質 所以在那個時候 就常常從日本進口種子 來台灣買 對 對 然後像很多台南 或者是台北的人 都會到這個地方來買種子 是 對 鄉親朋友 他說某堂都了解 學生怎麼說 你可能下台就種了到年 他說你下台就種了到年 他說你下台就種了到年 他就有這麼多的秘密 對 那為什麼會說是 回逃看宇宙就是這樣 去拆解這麼多的秘密 而且是從日治時代 就留下來的第一間種子店 對 然後到現在 所以其實不只是這樣 其實年輕人還辦了很多 小旅行是不是 文化小旅行 是怎麼樣的小旅行 對 因為我們在第一屆 藝術節結束之後 我們就回到中壢想說 那我們中壢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行一個 叫做中壢街時光計畫 我們就開始去發掘很多的老店 然後最後找到大時鐘 就發現原來大時鐘 才是中壢的產業發源地 對 所以我們就辦了 比如說帶大家寫生 帶大家攝影中壢街 對 然後還有小旅行 是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是一群高中生 那是我們去年最後一場小旅行 然後就帶大家走進去大時鐘 然後高中生平常對於這個地方 他們其實是比較陌生的 對 但是在帶他們走以後 其實他們是可以理解 可以感受到那個地方的感動跟往往 對 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就是有時候我們這樣子講 這樣講 那是因為我們 可能我的年紀或是我的生命經歷 有經歷過 所以我可以感覺 然後我可以體會 然後我可以認同 但是現在就像你說很多年輕人 國中生或高中生 他可能是在中壢長大的 他可能也在中壢念書 但他已經沒有去過這個地方了 對 因為他都去新開發的一些地方 或是大型的商場去活動 所以他根本不曉得 那即便你告訴他 他們說 所以最好就到學長看 對 因為剛會有陳如 剛會有講的 其實去年那一場活動 對 其實我們去年那場活動 其實很緊急 因為那時候也謠傳到始終 那個時候要拆除了 所以我們就 趕快再好奇更多關心的人去看 然後那些高中生 看完之後 每個都就是眼睛都濕濕紅紅的 原來我們中壢有這麼好的寶物 大家就 大家有點鼻酸鼻酸 還有牛肉麵 對 大家就有點想哭 這些高中生 其實他們 他們知道文化的珍貴性 對 而不是 因為你去看了 你才有感受 對不對 那些高中生不是這麼的沒有感覺 他們其實 有些有肉 我們這些最真實的店家 最真實的故事 其實都能夠感動到他們 對 所以說其實 惠如跟葉瑩他們 賭中 台西中的地方 當然走了東東去發通 用藝術去展覽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的店家 因為商談會有一格一格 有些還有營業 有些沒有營業 那去就當店家 去到外面那些商家們 溝通 討論 所以你還沒做什麼 你跟提供做的本來辦展覽嗎 對不對 畫展也好 或是裝置藝術展也好 那麼像 台下走的一十公里 台西中 我沒有要去吃牛肉麵 我去看展覽可以吧 對不對 然後重新去體驗那個地方 帶給你來的感受 跟你去感受到這個地方 當時 他賦予中立的那個能量是什麼 對 都真的很重要 其實基本上去拿一頓節目 我們會說 現代到他看一眼 老台下都會說 我們的身邊 我們居住的地方 你帶個提供 其實是 有可能是有很珍貴的寶物 在你的身邊 你自己要知道 然後我們要去珍惜 不要回過頭來就覺得 哎呀 很大鬆喔 因為你會把文法拿出來就沒有保留 更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相識 對於自己家相識的樣貌 面貌跟文化特色 這個是我們要更努力去做的 讓每一座城市都有不同的長相 基本上非常謝謝惠吳 謝謝惠吳 謝謝惠吟來到這邊 謝謝惠吟 好 鄉親朋友咧 台下宣廖和鄧校長 天天欣賞在走人頭